EA-18G咆哮者电子战飞机 极为低调的它 却在演练中成功地击落过最先进的五代机F-22 近期美军的下一代电子干扰吊舱成功交付 那么装备了新型吊舱的咆哮者性能会有多大提升呢 今天大兵和各位一起聊一聊 升级后的EA-18G咆哮者究竟有多强 在现在空战体系中的电子战飞机的出现 让防空雷达系统和通信设备遇到了最强劲的对手 比如说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中 美军就一次性出动了三款电子战飞机 他们分别是海军的EA-6B 空军的EF-111A和F-4G 也正是他们的提前行动 让伊拉克军队的地面防空雷达 和重要指挥部门之间的通信网络彻底瘫痪 成了睁眼瞎 随后美军在彻底掌控了制空权优势的前提下 才让后续战事变成了单方面的碾压 不过海湾战争之后 美空军的专用电子战飞机逐渐退役 结果就导致了陆海空三军 包括海军陆战队唯一的战术型电子战飞机 变成了EA-6B 但是EA-6B机型太过老旧 美军便开始不断的更新换代 再加上进入21世纪以后 海军急需一款可以配合航母编队作战的新型舰载电子战飞机 因此呢 他们为了节约研发经费 加快研发进度 采用了波音公司的方案 直接在FA-18EF超级大黄蜂舰载机的基础上 改进研发出了EA-18G咆哮者 仅仅从造型外观来看的话 咆哮者除了增加了安装在一间位置的电子战干扰吊舱 摒弃了航炮之外呢 几乎和超级大黄蜂舰载机是没有太大差别 实际上这也是波音公司 未来充分降低了美国海军的后勤压力 而发展出的一机多用的设计原理 例如在这次升级之前 咆哮者曾经进行了升级优化 换装了更为先进的AN-APG-79有源相供阵雷达 使作战能力进一步加强 由于咆哮者几乎和超级大黄蜂没有差别 因此这款雷达呢 同样可以加装在超级大黄蜂身上 只需要在内部软件方面稍作调整 就能实现两款战机的自由切换 这样的设计特点呢 也让美军飞行员适应战机的时间大大缩短 同时这两款战机零件的共通性高达90% 也降低了后勤保障人员的工作压力 咆哮者与超级大黄蜂一样可以参加空战 在高空作战模式下 飞行速度高达1.8马赫 作战半径达到722公里 能在160公里外对敌方雷达等电子设施 实施干扰压制 曾经在2009年 美国空军内部的对抗演练中 初出茅庐的咆哮者 就与最先进的五代战机F-22 展开了激烈对抗 当时在美军众多高层 都十分看好F-22的前提下 咆哮者上来就用电子干扰战术 让F-22的雷达系统彻底瘫痪 此后凭借超强的机动性 直接飞到了已经失明的F-22身后 用雷达锁定了对方 迅速结束了战斗 要知道咆哮者的机身 拥有着多达9个外挂点 可以携带AIM-120 AIM-9等多种空空导弹 完全具备空战能力 而咆哮者也凭借着 在内部对抗演练中惊艳的表现 迅速赢得了美军的高度重视 并在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中 迎来了实战首秀 当时尽管美海军没有出动航母编队 但是还是派出了咆哮者 这款大杀气参战 曾经在奥德赛黎明行动中 他的出场让利比亚政府军的 防空火力陷入瘫痪 充分保障了北约盟军的空中打击迅速展开 那么EA-18G咆哮者 作为美军目前的主力电子战飞机 它的电子战能力为什么会这么强呢 咱们上面提到 这款战机共有7个挂载点 其中机翼和机腹下方 最多可以挂载5个电子战吊舱 除此之外 它一间挂载两个 AN ALQ-218战术干扰接收机 作战时通过这两个位于一间的战术干扰接收机 可以快速捕捉敌方的电子信号 然后利用腋下和机体下方 所挂载的三道五套 AN ALQ-99电子干扰吊舱 对不同的敌方电子目标 发动相应的电子干扰和电子压制 而这几个电子干扰吊舱 其实也是有分工的 包括了低频电子干扰 中频电子干扰和高频电子干扰 针对不同的目标 使用不同的干扰吊舱 从而达成干扰的目的 从他们的组合情况看 整个干扰能力是比较完备的 无论是对敌方的地面雷达 空中雷达 还是通讯系统 数据链 都能实施强有力的电子压制 但实际上 这样的电子吊舱 是沿袭了过去EA6B原有设备 在此基础上改型而成的 用现在的水平来看 作战能力还算不错 但是也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所以2008年 美国海军就启动了 下一代电子干扰机 NGJ计划 用于替换 从1971年 就开始在美军中服役的 ANALQ-99电子战吊舱 经过9年的研制 在2017年整个计划 顺利进入实质公开阶段 随后又经过一年的调试 确定了 NGJ计划中的 中频干扰吊舱项目 并被赋予了 ANALQ-249V-1的装备型号 2021年3月19号 波音公司正式向美国海军交付了第一架 完成了包括NGJ-MB吊舱 在内的Block-R升级的 EA-18G咆哮者电子战机 整个NGJ-MB项目 从2017年通过评审 到2021年首架交付 只用了4年时间 同时 美国海军的FA-18和 EA-18G项目办公室负责人表示 全速率的批量改装工作 将会从2021年6月开始 目前美军已经接收了首批新型吊舱 5年后的2026年 美军现役的172架 EA-18G咆哮者将全部完成Block-R改装 使它的电子战技术实力和作战优势 起码会保持到2040年 大兵发现有部分媒体 在报道EA-18G咆哮者升级的消息时 称美国海军将使用一个NGGMB吊舱 替代咆哮者目前所装备的 AN-ALQ-99系统的5个干扰吊舱 但是这种观点其实是相当不准确的 所以今天大兵就从这两款 电子吊舱的分类和工作模式 给各位朋友分析分析 NGGMB究竟提升了多少 首先AN-ALQ-99战术干扰系统 是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 电子战机的主战装备 1971年开始服役 曾经经历过数次大型升级改进 完整的系统呢 包括了5个外挂发射机吊舱 一部综合接收机 一部计算机 和两个操作员工作站 所以外部发射吊舱 只是AN-ALQ-99的一个组成部分 吊舱外形与长方体类似 头尾收尖 根据吊舱内不同发射机的组合 重量大约在465到492公斤 其次工作频率覆盖64MHz到18GHz 分为10个频段 每个频段对应一个独立的发射机 但发射机的每一个吊舱 最多能够覆盖上述10个频段中的两个 所以想要完整的覆盖64MHz到18GHz的 所有10个频段 那么就需要5个吊舱 不过在通常情况下呢 咆哮者并不会挂载5个吊舱 而是根据具体任务需要进行发射机组合 通常挂载方式呢 是三个发射吊舱 六台发射机 覆盖5到7个波段 需要两架战机才能挂载 AN-ALQ-99的五个吊舱 全面覆盖64MHz到18GHz 能有效干扰160公里外的雷达和其他电子设备 为战斗机群提供半径150公里的安全走廊 一般来说呢 同时挂载三个AN-ALQ-99吊舱 两枚哈姆反辐射导弹 加两个副油箱 是EA18G的标准作战任务 再合配置模式 至于美军的NGG计划 其中呢 有三款低频 中频和高频不同的电子吊舱 用于全面覆盖100MHz到18GHz的不同波段 分别为上面提到的 下一代干扰机中频段增量1项目 和下一代干扰机低频段增量2项目 以及下一代干扰机高频段增量3项目 准确的说 NGG计划中的AN-ALQ-249V1 是以高中低三个吊舱 替代了AN-ALQ-99的五个吊舱 需要三款吊舱相互配合 才能完成各种类型的电子干扰作战 并不是一些媒体所说的 只需要一个吊舱就能以1-5横扫空域 而从这三个吊舱项目的序号中呢 也能看出 优先级最高的就是NGJ-MB中频吊舱 从实际进度看呢 也是如此 目前首批NGJ-MB中频吊舱 已经交付给美军了 至于NGJ-HB高频吊舱 进度最为缓慢 截止到现在 美军都没有透露研发进展的具体消息 因此大兵分析啊 在很大程度上 这种优先级是根据咆哮者来判断的 毕竟 中频吊舱覆盖的是 2GHz到6GHz范围的频段 这个范围覆盖了军用雷达S波段的全部 C波段的一半 例如美军搭载的宙斯顿系统军舰 SPY-1系列警戒雷达是S波段 爱国者防空导弹的MPQ-53雷达工作在C波段 俄罗斯S-300防空导弹的预警搜索雷达工作在S波段 同时这个范围呢 也是中远程地空导弹和舰空导弹 警戒雷达或者搜索雷达的主要工作波段 目前这些S波段和C波段的雷达 大多用于远程警戒 获取广域空情信息 并对空中目标进行搜索 监测 跟踪和识别潜在威胁 相信各位从大兵列举出的这些信息中呢 就能看出在军用雷达系统中 处于中频范围的S波段和C波段 对于战机的探测距离是最远的 威胁也是首要的 因此美军才将中频干扰吊舱 作为电子干扰作战的首要升级对象 从而形成了 对NGJMB中频吊舱的最高优先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 NGJMB中频吊舱 2GHz到6GHz的范围 是用一个吊舱实现的 上一代AN ALQ99 则需要两个吊舱才能覆盖 从这点来说 NGJMB的进步非常巨大 而之所以会有如此巨大的提升 大兵认为是美军的这一代干扰吊舱 配备了两部有源相控阵发射天线 以及采用了第三代半导体材料之一的 氮化夹 其中新材料的应用对吊舱性能的提升最大 因为发射天线的辐射功率 对性能的发挥有很大影响 而有源相控阵天线的发射机电路 是集成在半导体衬底之上的 衬底的承受电压又有一定的范围 电压过高 雷达器件就会损坏 所以部件能承受的电压越大 天线最大输出功率也会更大 同时电压增高 电路开关的响应速率也就更快 发射器件的工作频率也就可以更高 工作频率拓宽 也可以让天线工作在更宽的频段上 从而减少发射机的数量 过去的大功率半导体器件 普遍使用的材料是深化夹 但是随着对雷达功率和频率的进一步要求 深化夹就有点不够用了 而氮化夹能承受的电压 是深化夹的12.5倍 对高频信号响应更为优秀 值得一提的是 氮化夹晶体管的射频组件在加热状况下 尺寸不会增大 其射频功放功率却可以达到深化夹器件的5倍 散热性能也比深化夹更好 这样就可以使用体积更小的散热器了 这对于空间和重量要求严格的NGGMB来说 也是再合适不过了 得益于此 装备了有源相控阵天线的NGGMB 干扰信号强度比上一代有数倍的提升 因此装备了NGGMB的咆哮者 作战范围会明显增大 除了功率大 平带宽 尺寸小这些优势之外 NGGMB吊舱的有源相控阵天线 还和全数字智能化的雷达后端高度结合 在多方面提高了干扰吊舱的运行性能 日常维护和功能拓展能力 同时它还可以在外形上伪装成附油箱 让咆哮者与超级大黄蜂外形上的区别更小 增加对敌方的迷惑性 总的来说 按照美国海军的项目规划 未来NGGLB低频和NGGHB高频电子吊舱陆续实装后 EA18G Block II吊舱的挂载数量会有明显的减少 同时还能实现对100MHz到18GHz频段的全覆盖 这比上一代ANALQ99吊舱实现同样效果 至少要两架作战效率高出太多 另一方面如果用两架EA18G Block II 分别挂两个和一个吊舱 就能实现全频道覆盖 那么多出来的挂架 就可以增加反辐射导弹的挂载量 从而提高对防空设施的硬打击能力 所以装备了NGGMB等电子组件的新一代咆哮者 将大幅提高电子战的攻击能力 从而在未来的电子频谱战中 也更加有效地应对中频段电子威胁 在防区外作战进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后NGGMB这种新一代的干扰吊舱 除了能够配备在咆哮者此类电子战飞机上 它甚至还能够挂载在一些常规的重型战斗机上 比如说F15EX多用途战斗机 就可以挂载这种新一代的电子对抗装置 而如果F15挂载了这种新型吊舱 就有可能增强它的自卫干扰能力 如果挂载数量足够多的话 它也能临时变身 成为一款咆哮者那样的电子对抗飞机 这也意味着美军可以非常广泛地运用干扰吊舱 从而提升美军整体对抗隐身战机的能力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有想看的武器欢迎留言讨论 你想看的也是我想要了解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